把政党定位为一般的人民团体 才消极低度的规范 但是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当前社会的期待 跟政党政治的发展需要 所以为了促进政党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 确保政党组织跟运作合乎民意民主的原则 政党的财产透明公开落实民主宪政的发展 所以拟聚政党法草案 一共有七章五十五条 第一章是总责 第二章是政党之设立 第三章是政党之组织及活动 第四章是政党之财务 第五章是政党之处分解散及合并 第六章是法则 第七章因为我国的这个民主政治宪政发展的历史包袱 我们特别有明定关于不当党产取得之处理 但是呢这个第七章呢 是在没有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情况下 在政党法里面加以规范 如果我们可以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可以通过的话 那么这个第七章就不必要在政党法里面规范 因为我们认为处理完以后将来的政党法呢 是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法律 而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呢 是暂时性的把历史的包袱做一个处理以后呢 我们大概就用不上了 所以呢 在政党法里面呢 可以不予规范 所以关于第七章负责的部分呢 我们是市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处理 然后再做调整 以上提案说明 谢谢 好 那个陈廷会委员有来吗 好 你要不要提案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请陈廷会委员做提案说明 亲民党 亲民党 谢谢主席 我想政党法的一个处理 这是针对每一个政党 那我相信大家在此时